很多人啊,猪肝总是炒不好 要么不是粉挂不住 要么就是太硬 今天呢,我来认真教你 切完的猪肝一定要冲水洗净 然后先下盐 胡椒粉主要是去腥 先给它抓拌一分钟 让它起浆,有链腥 下生抽酱油比较鲜甜 继续抓拌均匀,让它入味 抓拌不是随便抓拌啊 朝同一个方向搅拌 像这种美食视频 它的意义在于 要让人家能够真正学到真技术 细节不讲到位,真的是百搭 腌制猪肝呢,我建议用红薯淀粉 因为它链性比较强 猪肝表面比较光滑,不易裹作粉 一般淀粉很难上浆 可以先用水把它稀释掉 再朝同一个方向,继续搅拌均匀 我的主意有1000多道详细美食 想学的,不妨可以收藏一下 腌制猪肝就不要下蛋清了 因为根本吸不住 也很容易起泡泡 就这样就行了 准备生抽,盐,蚝油,料酒 先把酱汁调好 等一下才不会手忙搅乱 接下来讲重点 锅中下清油 油温控制在4成 也就是120度左右 这个温度呢 刚好可以把猪肝划熟,划透 而且又不会老 酒精的厨师 划炒肉丝也是用这种方法 烫至变色就赶紧捞出来 不用泡太长时间 锅中下姜蒜 开小火 把香味给煸出来 下蒜苗梗 开大火 先把它爆香 后下猪肝和蒜苗叶子 继续开大火 一次性爆香 加提前调好的酱汁 大火快速翻拌入味 你要是喜欢吃辣 可以加点干辣椒 有没有看着就想吃呢 记得关注我 每天教你周回一道菜哦 有没有看着吃辣椒 感谢观看